所以就是Sharon可能正在看這個影片 那 這一切都被對面鄰居的監視攝影器畫面拍到 朝他的頭再開了一槍 大家好我是Dorin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Dorin快吃 我老公非常餓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已經就是不想要 不管我要講什麼他就是想要吃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Taco Bell 我老公年輕的時候超愛吃Taco Bell 他說他大學生的時候比較窮 然後Taco Bell吃起來可以很飽又很便宜 所以 Please go ahead Whatever 然後我這次點了這個 他是 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吃 他是新的他們的新的產品 就是說是什麼 他的網路官網是寫說 Is it a chicken sandwich or chicken taco? You choose 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炸雞的 有點像是三明治跟Taco之間的 看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好 那我拿這個吧 好 這個應該是我的 因為有豆你不喜歡 對 這個是你的吧 都是 就一起吃 要不然這一盤你拿去 你先拿去好了 超久沒有吃Taco Bell 我上次吃好像也是我受訓的時候吃的 還記得大家就是對Taco Bell一直都有 就是好像我還沒有吃過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像很多人很愛吃Taco Bell 為Taco Bell感到瘋狂這種感覺 所以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好失望喔 我就覺得沒有很好吃啊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 而且是真的 我有很多同事都超愛Taco Bell 是認真用生命在熱愛的那種 我真的我不懂 我覺得如果你想吃Taco 就是吃墨西哥餐廳的Taco啊 好吃一百杯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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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雞肉不會很乾耶 哼 你看 哼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燈也不一樣 哼 我買了一個燈 因為我之前都覺得好暗喔 然後 我之前是用那種架手機的自拍架嗎 然後他不是會有一個圓形的 他會有附一個圓形的燈嗎 然後我都是用那個圓形的燈在打光 可是 有時候如果自然光好的話是還好 可是如果有時候天比較黑 像今天天就很黑 根本沒有什麼自然光的時候 那個圓形的光就會不夠 所以 嗯哼 嗯哼 我喜歡這個 我點了原味的辣味的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我點了什麼 因為我原本是在網路上面點餐 我要去拿就好 如果我到現場的時候他找不到我的點餐紀錄 所以我要在現場重點 然後因為 很多人在排隊嘛 就是 車子 我是drive through 可是我就覺得我不想要當那個 讓人家等很久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種 就是怕別人等這種感覺 我就覺得 隨便隨便 然後我就趕快看那個menu 然後我就隨便亂講 隨便亂點這樣 而且因為我本來就很少吃taco bell 所以 我覺得他們的菜單也超級不清楚 又不是說我可以很明確知道我要什麼 真的嗎 我很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不算taco 這是像sandwich了 就是有點像pita bread 然後包雞肉 可是他雞肉很不乾耶 是很濕潤的 我其實今天沒有很餓 因為 我老公今天開會開一整天 然後他在裡面開會的時候 我就忍不自在外面偷吃東西 所以 我剛剛才吃完 一些炒飯 你的Burrito裡面有豆子嗎 嗯 有 那是我剛剛要點的 我就不確定我這邊有點對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Doritos Locos Tacos 我沒有吃過 你看 好可愛喔這個 試試看 嗯 還好啦 你想想看一個才一塊多而已 不要太計較 我覺得就是要 set your expectation right 那你就不會失望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因為 大家一直就是hype it up 我就覺得喔感覺好好吃喔 然後我就很失望 這個多少錢 這個雞肉 好像一塊四九還是什麼 喔那還好 對阿 我覺得那個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試試看 可以試他們這個新的產品 那我再吃一口這個看看 這個是 什麼crunch wrap supreme whatever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got 反正裡面就是也一樣有一些 肉然後菜這樣 其實好像都大同小異都是一樣的東西 嗯 這裡面是不是有豆 喔有豆對 那這個我不能吃 我真的很沒有辦法消化豆 要不然如果我吃了我等一下就會胃痛 然後這個是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再吃一個這個好了 好嗎 嗯 嗯 它真的很好喝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很短 就是它沒有到很複雜 應該一下就會講完了 我邊講好了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呢 它是一個未解懸案 它就像我說的 它故事本身並沒有很 錯綜複雜 或是很高潮跌起這樣 其實沒有就是還蠻直白的一個 一個案件 可是它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案件是蠻新的案件 它是在2019年發生的 所以才兩年前而已 還有一點是因為這整個犯案的過程 從開始到結束喔 都有被監視攝影器拍到 所以是完整的被拍到喔 可是竟然抓不到人 警察一點線索都沒有 所以我就會覺得有一種 很可怕的感覺 你懂嗎 因為你總會覺得說現在這個時代 這麼多監視攝影器 然後現在的技術也很發達 比如說DNA啊那些東西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今天做錯事情很容易 很容易會被抓到 可是竟然這麼近的事情抓不到人 而且還被拍到喔 這麼清楚的被拍到 因為我之前就有看過FBI的一個調查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沒有什麼連續殺人犯了 因為你看像以前會有很多 比如說Ted Bundy啊 Zodiac Killer啊 Edmond Kemper啊 就為什麼以前這麼多 現在都沒有 是不是人變好了 可是其實不是人變好了 只是因為殺人犯通常在殺了第一個人之後 他們就會被抓到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再去連續犯案 就已經被抓到了 所以其實不是他們不想 只是他們可能沒辦法 因為就已經被抓去關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到底為什麼抓不到 會讓你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很可怕 對所以就是 因為殺人可能正在看這個影片 那 這個案件發生在Texas 還好 離我很遠 他不會開車過來吧 煩耶 還是不要講啦 今天到此結束 大家掰掰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呢 他發生在2019年1月25號 的Tumble Texas 他有一個小故鄉吧 很小的地方 就因為我剛剛前面講的 他整個犯案的過程都有被拍到 所以這邊就順便提醒一下大家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自己去查 我今天不會把那個影片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因為 所以 真的是 你會很完整的看到他怎麼做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 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如果 你們自己想要看就去查 因為很簡單 你一打就馬上會跳出來 很簡單就可以查到 所以 我不會放 但如果你們想看可以自己去看 可是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呃 是蠻嚇人的 就是 畢竟你會看到一個生命 就這樣被帶走 這種感覺 所以 yeah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我對這個案件印象很深刻 anyway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案件 它是發生在2019年1月25日的Tumball Texas 然後呢 這個案件的主角 他的名字叫做Elizabeth Elizabeth Barraza 那他從小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動漫 然後還有科幻的電影跟小說的一個女生 他在事情發生的那年 他是29歲 他確切的出生日期 我在網路上面找不到 可是也沒有那麼重要 反正就是他在2019年的時候 他是29歲 那就像我講的 他非常非常喜歡科幻的小說跟電影 他尤其喜歡Star Wars 他超級喜歡星際大戰 那他除了Star Wars之外呢 他也很喜歡Harry Potter 他自己說 他自己是一個透透徹徹的Potterhead 就是像我一樣啊 我也很愛 就是一個透徹的哈利波特鐵粉這種感覺 那他除了很喜歡這些東西之外呢 他手也很巧 就很會做一些手工藝品之類的 所以他後來也迷上了Cosplay 那他就會自己做這些要去參加Cosplay的道具 衣服啊或者是要用的一些小器具 都是他自己手做的 那他在做了這些器具跟衣服之後呢 他就會去參加美國世界各 不是世界 美國各地的ComicCon 他就會去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他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展覽會上面 認識了他的老公Sergio Sergio也是一個超級喜歡星際大戰跟Cosplay的人 所以他們兩個興趣相同嘛 愛上彼此就談戀愛就對了 然後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結婚 會一起Cosplay嗎 會他們就會一起Cosplay星際大戰 對很可愛 大家都形容Elizabeth是一個 很有愛心很善良很愛幫助別人的人 那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想說 每個人都這樣講 通常如果有一個人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你不太會去說這個人的不好 你懂嗎大家都會說他人很好 可是我覺得其實我這樣做功課下來 我覺得Elizabeth看起來真的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他就是很典型的那種 他會燃燒自己照耀別人的那種個性的人 像他在工作之餘 他在休閒的時候 他參加了一個團體叫做501st Legion 你有聽過嗎 沒有 他是一個由一群很愛Cosplay的人組成的一個團體 那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他是其他的電影他們也有Cosplay 可是最主要是Star Wars 他們會Cosplay Star Wars裡面的人物 而且不是你想像中那種很隨便 比如說我隨便披個披風 我就說我這樣是Cosplay 他們是超級超級專業 而且他們會把那些道具跟衣服做得非常的逼真 就像電影裡面出來的一樣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是非常專業很精緻的Cosplayer 不是一般的 那他們做這個Cosplay是為了什麼呢 他們會穿著這些星際大戰的衣服之後 他們會去老人院孤兒院或者是醫院 他們會去陪伴這些生病的小朋友啊老人啊 就是讓他們快樂 讓他們生活帶來一點快樂跟歡樂啊 那除了他們會去這樣的場合之外呢 他們也會去幫忙慈善募款 然後或者是參加慈善的活動 等於就是他們用自己Cosplay的興趣去做善事這種感覺 那這個團體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總共有超過一萬四千名的志願者 就是全世界都有這個團體 如果你們想要上我去看看的話 我有稍微滑了一下是真的全世界都有 那Elizabeth就是有參加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他休閒之後就會去跟著他們去做善事 去醫院啊去育幼院看小朋友這樣 那我們時間就來到2019年的1月 2019年是Elizabeth跟Sergio他們的5年的結婚紀念日 那他們其實結婚之後一直都感情非常好 沒有問題他們沒有生小孩 可是他們一起養了一隻很可愛的狗 他們5週年的紀念日 他們是想要去Orlando的Universal Studio慶祝 因為就像我講的Elizabeth超愛Harry Potter 所以他就...我好像翻白眼 因為有一年生日他也是帶我去 所以呢他就想要去這個Universal Studio 玩這些Harry Potter的設施 他們倆就一起在計畫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超級興奮 因為Sergio自己也是一個很愛這種東西的人嘛 那Elizabeth還自己手作 他去做了Harry Potter裡面的衣服 給他自己還有他的老公 他們要穿這個衣服去Universal Studio玩 所以他們兩個都非常期待 那他們就在事前就開始規劃一切嘛 他們就在算說我們有多少錢可以拿出來給這個Trip去用 那他們就算一算之後發現 他們錢如果買機票加上飯店的錢 加上吃跟當地在那邊要租車的錢 他們發現其實他們錢沒有剩 就是幾乎是就剛剛好啦 沒有多出來的錢 然後Elizabeth就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他覺得我人都去到Universal了 我就想要買一些紀念品 可是他們沒有那些多出來的錢 而且還有一點是...你還要吃嗎? 而且還有一點是Elizabeth想說 畢竟是五周年的結婚紀念日嘛 他還是想要買一些東西送給Sergio 當他們的結婚紀念日的禮物 所以他是想要可以多一點現金在身上 他就在跟Sergio討論之後 他們決定要來在離開之前 他們原本是預計2019年的1月27號 那天是禮拜天 禮拜天他們要出發去Universal 所以他們決定在1月25號要來做一個Garage Sale 那台灣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是Garage Sale 因為台灣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台灣大家比較少人會有自己的Garage 就是美國會有這種 算是一個...其實蠻common的 我看過蠻多次的 你們沒有那麼多垃圾吧? 不是是我沒有那麼多的地 有一些家庭啊 如果他們自己家裡面有一些用不到的東西 可是可能沒有到那麼的舊或破 他們就會想要拿出來賣 就算是二手...二手攤販這種感覺啦 那這個攤販通常就是會架在他們家 自己家裡面的車庫的外面 也就是路邊 所以那個社區的人啊 或是經過的車子啊 如果看到他們就可以停下來 來逛一逛 看有沒有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們就可以買走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在1月25號禮拜五這一天 他們要來做這個Garage Sale 可是重點是他們要做這個Garage Sale 他們沒有跟很多人講 他們可能有跟自己的爸爸媽媽提到這件事情 可能有跟好朋友講到說 我們可能會來做這個Garage Sale 可是他們完全沒有post在Social Media上面 這點後面很重要 他們沒有去宣傳這件事情 那甚至Elizabeth的公司都不知道 Elizabeth那天是要去做Garage Sale 因為那天像我講的是禮拜五嘛 照一講他要上班啊 他是跟公司請假 那他請假的理由是說他生病 所以公司都不知道他要做Garage Sale 然後那天的計畫是這樣 因為那天Sergio還是要去上班 他沒有要請假 那Sergio的工作是 他是在做地板的 就比如說如果你們家要鋪地毯 或是你們家要鋪瓷磚 他就會去幫你做這個地板的這個工作 他是做這個工作的人 所以他那天就照樣 他6點多就要出門去上班 那Elizabeth的計畫是 他要跟Sergio一起早起床 雖然他不用上班 可是他還是要跟他一起起床 之後他就會來做這個Garage Sale的準備 比如說他會把東西開始搬出去啊 然後他有印了一些傳單 他會在那個neighborhood裡面貼 就貼說我們家在做Garage Sale這樣 他當天才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並沒有事前去宣傳或什麼的 都沒有人知道就對了 他當天才要去做 所以時間就來到2019年的1月25號 那天是星期五 在早上6點48分的時候 Sergio他踏出家門 他要準備開車去上班了 所以Elizabeth就跟著他走到外面 然後他們就kiss goodbye 然後說我愛你 然後have a good day Sergio就出發了 那Elizabeth看了Sergio離開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準備嘛 你就看到他把桌子搬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清楚 跟這麼清楚的知道說 他們所有的時間點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這一切都被對面鄰居的監視攝影器畫面拍到了 所以很清楚 就是你知道什麼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就看到Elizabeth開始把桌子搬出來 然後把一些東西拿出來放到桌子上面要賣的 然後還有看到他在準備傳單 就他要去貼傳單 跟他要插一些那個標誌 就說我們這邊在做Garage Sale 這樣這種東西 然後在早上的6點52分 也就是Sergio他離開家的4分鐘之後 你就看到有一台Nissan的Frontier 的Pick Up Truck 他開進了這個畫面裡面 停在Elizabeth家的對面 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天還是蠻暗的 只有亮一點點 就是微微的亮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台車 他沒有熄火 就他燈還是亮著的 然後一個人就走下來 走下來之後 他就直直的朝Elizabeth走過去 那這邊就有開始有兩派的說法 有人覺得這個人是男生 有人覺得這個人是女生 那因為就像我講的 他畫面是 其實他的畫素沒有很高 是模糊的 可是如果你遠遠的看 你可以看得到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看不清楚車牌 也看不清楚這個人長什麼樣子 那他們有些人說他是男生 是因為他非常的高大 他很大一隻 然後有些人說他是女生 是因為他看起來是長頭髮 可是當然他也有可能戴假髮 不知道 然後他穿著一件長袍 不知道是大衣還是長袍 反正就是一件長的衣服 他穿著那種工作的靴子 有點像Timberland那種靴子 然後他就直直的朝Elizabeth走過去嘛 那這邊我要再講的是 他們對面家鄰居的監視攝影器只有畫面 所以你聽不到聲音 可是Elizabeth家他們自己有裝Ring Ring就是一個Amazon他的一個門鈴的系統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畫面之外也會有聲音 那因為Elizabeth他們家的Ring 他的角度的問題 所以沒有拍到他們的畫面 可是你聽得到他們在講話這樣 所以後來就有警察跟網路上面也有人把這個聲音 配上鄰居的畫面 他們有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完整的可以知道說 事情發生的時候在幹嘛就對了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人走過去嘛 然後你就聽到Elizabeth講說 Good morning 就他的聲音是友善的 他並沒有說很緊張或是很害怕這樣 他是很friendly說Good morning 你再來就看到他們兩個講話 講了大概八秒鐘沒有很久 可是他們講什麼聽不到 就是很小聲真的聽不太清楚就對了 然後呼呼老公stressed out 繼續繼續 然後接著呢八秒鐘他們講完 講話講了八秒鐘之後 就看到這個人他掏出了一把槍 近距離的對著Elizabeth的胸口 他連開了三槍 然後Elizabeth馬上倒地嘛 倒地之後這個人他就又往前踏了一步 站在他的上面朝他的頭再開了一槍 不知道啊 然後他這樣開完槍之後呢 他馬上跑回他的車上 真的是跑 你看到他拔腿狂奔 跑回車上之後他車子就開走了嘛 可是奇怪的是兩分鐘之後他車子又繞回來 然後經過Elizabeth家的時候他還慢下來 很像在確定說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還是他有沒有爬起來這樣 然後他確定了他還躺在地上之後 他才開車馬上又加速就是跑掉 那因為就像我講的 這是他們住的這個地方 槍聲很大聲嘛 而且還有一點是 他在他掏槍出來 跟他開第一槍的之前 Elizabeth大尖叫 就是Ring都有錄到這個聲音就對了 所以又是尖叫又是槍聲 鄰居都聽到 因為這是一個住宅區 而且你要想很早很安靜都沒有聲音 所以一個男鄰居馬上跑出來 然後他一看到馬上就等他報警 那另外一個鄰居跑出來看到這個狀況之後 他馬上打電話給Sergio 就說你趕快回來你老婆好像就是被槍射了這樣 所以Sergio就馬上轉頭回來 不到十分鐘他就回到家了 那警察跟醫護人員也馬上就趕到 然後他們就馬上把Elizabeth送去醫院 因為他們趕到的時候 他還有一點點的呼吸 很微弱 可是他還活著 那後來經過一整天一整晚的搶救之後 在隔一天1月26號 Elizabeth還是宣告不治 就是他還是不幸的去世了 那他是一個器官捐贈者 所以他的器官馬上就拿去給需要的人 Elizabeth的爸爸後來就在講說 他覺得他真的很難過 他當然很難過啊 包括他女兒啊 可是他覺得 他至少他還是 一直到他去世了之後 他還是在做他喜歡的事情 就他還是喜歡幫助別人 你看他的器官還是救 他的器官後來救了四個人 分別啦 就是不同的四個人 給了四個人就對了 所以他爸爸就覺得 這是他感到欣慰嗎 怎麼講 就是他知道說Elizabeth到他最後一刻 他都還是在幫助別人 我老公要哭了 我老公要哭了 好然後呢 Sergio一開始他說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以為是有人要搶劫 搶劫之後不小心 可能他們有 吵架或什麼的 然後不小心才會被殺 結果警察後來調查發現 一樣東西都沒有少 因為 Elizabeth那時候為了 garage sale 他還有準備了一百塊美金的零錢 放在桌子上面 在一個盒子裡面 就在桌子上喔 所以如果今天他要搶劫的話 他為什麼那一盒沒有拿走 因為這麼簡單就在這邊 他沒有拿 那更不用講他沒有進到房子裡面啊 所以這不是為了錢或是任何的 就是珠寶或什麼而來的 他不是 鄰居後來就也有被記者訪問啊 然後很多鄰居都一直在哭 他們也嚇傻 因為他們那個鎮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鎮 平常治安超好的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那是一個住宅區 所以根本沒有沒有人會料到 沒有人想像的到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而且他們覺得 Elizabeth跟Sergio超級單純的 他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couple啊 他們不懂為什麼會有人想要這樣子來殺了Elizabeth 也沒有人認得出來這個畫面裡面的人是誰 也沒有人有認識的 說住附近的都沒有人開這個Nissan Frontier 他們都認不出來就對了 那後來警察就有公佈這個車子的這個畫面 希望可以有人來提供線索啊 比如說你知道這是誰 你知道有認識的人開這個車子 都歡迎你打電話給警察 那是有一些零星的人打電話 可是後來警察都有去追追追 就是有去跟 有去調查這些事情啊 可是沒有一個是有結果的 就是都沒有結果 然後呢在過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過幾天 Elizabeth的親朋好友啊 還有鄰居啊 還有一些她的cosplay的朋友 他們就一起幫她辦了一場追追追會 地點就是在他們家的車庫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的是 他們每個人都帶了那個light saber 還有有些人是拿魔杖 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杖 就是我老公真的要哭了 我覺得很可愛的地方是 那天是他們舉辦這個追追會 是在傍晚的時候 所以很漂亮 那個畫面非常漂亮 就大家舉著 有些人舉著那個光劍 有些人舉著魔杖這樣 就是honor her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不要激動好不好 警察後來他們就有調監視器來看 就有發現在前一天 也就是1月24號的時候 這台Nissan Frontier 就已經在這個neighborhood 就是在看 所以他們就更加確定說 這不是隨機犯案 他是衝著Elizabeth來的 因為他前一天就已經在場刊這種感覺 他在看這邊 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我可能要怎麼樣才可以逃走 警察就開始要調查嘛 那當然通常第一點 就像我之前講的 通常都是老公或是男朋友 所以他們第一個馬上先懷疑Sergio 他們就覺得說也太剛好了吧 你才剛出門4分鐘 這個人就來殺了Elizabeth 然後他們一開始是懷疑 是不是有Elizabeth或是Sergio 其中一個人有外遇 然後可能 對方不高興 或者是這個外遇的對象不高興 才會導致這一切的事情 可是後來怎麼查都查不到 沒有 因為你通常如果有外遇 你一定會有電話記錄 或是簡訊 或是email anything 可是警察完全沒有找到任何一個 可以證明說有一方在外遇 都沒有 完全沒有 Sergio後來是有接受記者訪問 那些的 他看起來都超難過 就是 他看起來是一個 一般正常 一個老公會有的反應 所以我要先講的是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 證明說他有做 都沒有 可是有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奇怪 2019年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2020年就是隔一年 Sergio就跟一個女生訂婚了 那女生叫Ember 好有一點快吧 是不是 是吧 我不是 當然這件事情沒有辦法 沒有人說他不能再結婚 可是我只是覺得才一年耶 而且Elizabeth又不是說生病很久了 你知道說 You saw it coming You know 就是你大概知道說他就是快不行了 這是意外耶 然後 才一年耶 你就訂婚耶 還不是交女朋友是訂婚耶 很快吧 是不是很奇怪 欸 要是我真的怎麼樣 你一年之後不准辦法訂婚 我會做鬼也來找你 我跟你講 你睡覺的時候我就會拉你的腳 I mean it You better watch out 所以我不知道啦 就是 我覺得有點怪 可是 你也不能說因為這件事情 就說是他做的 你懂嗎 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是 為什麼 這個人他知道他那天會做 garage sale 你懂嗎 因為照理來講那天是禮拜五啊 應該是他會去上班啊 就他怎麼知道說今天那一天Elizabeth會在家 他沒有去上班 所以是不是是他認識的人 他不是只有跟爸爸媽媽還有幾個好朋友講嗎 他們就覺得是不是是他認識的人 可是這邊就又要回到我之前講的 他那時候一看到這個人走過來 他不是說了一句good morning嗎 因為後來這一段錄音檔 就有被警察拿去給專家 他們要去分析 看是不是可以聽到他們這8秒在講話的時候 在講什麼 好像他們不認識吧 對因為聽起來警察就在講 你說good morning 對 警察就說這聽起來不像是你會遇到認識的人的時候 你講的話 因為你一般來說如果你看到認識的人 你就會說 Hey Jeff 或是Hey Susan 你懂嗎 你會直接叫那個人的名字 或者是你會更親切的講說 Hey how's it going 你不會只說一句good morning 這聽起來像是你跟不認識的人打招呼的一個方式 所以警察就覺得這不像是他認識的人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會不會是認識的人請殺手來殺他 然後這邊就要講到那段錄音 那段的音檔就對了 專家就有去分析 可是專家後來分析講說他們真的聽不出來 你沒有辦法很確定的說他們講了什麼 唯一確定的就是good morning 這兩個字非常的清楚 然後就有網路上面的網民就開始 他們也說我們來聽 然後有人就說 我聽到他們說有人聽 喔這邊又有兩派 一派是說聲音聽起來是男生 另外一派是說聲音聽起來是女生 可是因為我有去聽 我真的什麼都聽不到 根本不用講男生女生 我什麼都聽不到 就有一些人講說 他們聽到Elizabeth講說 No that's not true 可是我沒聽到喔 你們可以自己去聽 但是我本人是什麼都沒聽到 但就有人說他們聽到Elizabeth說 No that's not true 然後他們有聽到另外一個人講說 Kill you 還什麼什麼什麼 Kill you 可是 這邊就一樣沒有 這不是一個official的答案 因為警察說他們什麼都聽不到 那我本人也是覺得我什麼都沒有聽到 但是有人講說他們有聽到這樣 所以不知道 那這邊又講到說好 如果是認識的人請殺手來殺他的話 又有一點不合理 因為那個下車的人他穿的 他的長相他的穿著不像是職業殺手 因為他還穿一個什麼長袍 就是他沒有很俐落的感覺 而且還有一點是他在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他不是像我講的他還繞回來 因為警察有講說今天如果他是職業殺手 他不會再回來 他做完之後他就會走 因為他不要被抓到嘛 所以今天如果你還要繞回來確定說 欸到底有沒有死啊 他們覺得這不是專業的 這是業餘的 後來就有 因為目前為止就是真的沒有任何的線索 不知道到底是誰做的 然後 Sergio也想不出來 他們有跟誰不好還是結院 他想不到 那就有些人在講說會不會是他的 因為 Elizabeth 的工作 他是在一個 pipeline inspection 當 data reporter pipeline inspection 就是你家裡的管線在做檢查的這個工作啦 但他不是去檢查 他是在公司輸入這些數據的 那他們就有人講說會不會是他發現了什麼 不該發現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可能貪污啊 或是弊案啊之類的被他發現了 然後那個人怕他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所以要把他殺掉 可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牽強 因為也沒有任何的證據來支持這件事情 最後就講到最後一個理論是 有些人說會不會是cosplay圈的人 可能有人他讓誰不高興了 就是cosplay的朋友 所以才會有這些假髮 然後你知道長袍之類的 他們就說是不是Elizabeth在cosplay的這個朋友圈裡面 讓誰不高興 不高興到很生氣到這個人要來把他殺掉 那另外一個方向也有可能是 是不是有人在cosplay的這個圈子裡面 有人愛上了Elizabeth 然後可能他有跟他告白 可是Elizabeth說我不要去拒絕他 所以他就有覺得說我被拒絕了 我得不到你別人也就想得到這種感覺 就來把你殺掉 就不知道至今沒有任何的線索 然後這件事情到現在都還沒有 沒有查出真相就對了 然後記者就有去訪問這個案件的警察的 就是主辦的警察 他就想說他說這個案件 現在還是一個open case 反正那個警察就是跟 嫌犯喊話就對了 他說我要你知道我們沒有放棄這個案件 我們會一直查下去 然後他說我希望你晚上都睡不好 我們會一直找 直到我們找到你為止 他這樣講 警察這樣講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案件 他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線索 真的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自己找那個影片 但就是我覺得蠻可怕的 然後你們也可以去聽聽看那個錄音檔 看你們有沒有聽到什麼他講話 可是其實我真的我聽不到我沒有聽到 我有時候覺得啊 人生真的 好難講喔 你看他 他那天怎麼會知道說 他請假不要去上班 然後 我不知道 而且他只是在家裡門口欸 很奇怪他就很快結婚了 反正歡迎你們自己去當偵探去看一看 你們覺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看完到現在 我至今還是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想不到有任何可能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感覺就是很單純的兩個人 沒有什麼 他們也沒有說什麼賭博啊 吸毒啊 就是都沒有 就是正常的兩個人 我就不懂為什麼會有這麼深仇大恨 他竟然 這樣衝過來這麼近距離 就是他真的就是要你死欸 我老公說他以前 年輕的時候喝醉就會很想吃taco bell hangover的時候 他以前就很愛party 開玩笑開玩笑 好像本來就是喝醉的時候就會特別想吃油膩的東西 這很正常 那以上就是這個裡外的案件 歡迎大家自己上網去聽聽看錄影檔啊 看看影片啊 之後來跟我分享你們對這個案件的想法 你們覺得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或者是你聽得到他在講什麼嗎 還是說你去看看那個畫面 你再跟我講說你們覺得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其實 你知道我看到那個畫面 我其實第一個想法是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是 Robbie Williams演的 他是什麼 Mrs. Fire Rub Moon 對 就是他扮成一個老奶奶的那個電影 他那個樣子就很像男扮女的那個裝扮這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欸 如果你們有去看的話 你們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是 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女生啦 因為就真的看不清楚不知道 可是他是我第一個想法是想到 那個Mrs. Stop Fire 對 的那個樣子 呀 這就是這個禮拜的影片 希望你們還喜歡 歡迎你們留言跟我分享你們的想法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